《蝦紅樹》 現在的蝦紅樹最早的發現是從海產裡面來的 比如說龍蝦 最早是龍蝦 從蝦內或者從鮭魚發現的 那麼從蝦裡面發現的 那麼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蝦紅樹 這個蝦紅樹的名稱 會讓人家以為它是蚊的 其實不是 它是從一個蝦藻所產生的 因為這些龍蝦 因為這些魚 它吃了一些蝦藻 因為它身體才有所謂的蝦紅樹 那個顏色的成真 蝦紅樹跟蝦紅樹是同樣的東西 對海鮮過敏一點都沒有問題 因為它不是海鮮 它是一個藻類 所以說沒有關係 我剛有提到一個蝦紅樹 蝦紅樹就是藻紅樹 它就是天然的 不是合成的 所以說蝦紅樹、藻紅樹 你把它認為是相等就好 合成的會合成 我們不談合成 所謂天然的藻紅樹 另外一種叫做合成的藻紅樹 我們當然可以合成它 當然天然的藻紅樹 是我們身體能夠用 因為它是從生物合成的 我們是生物 我們就能夠用它 你能夠合成的話 它有一半 我們不能用 那麼至於說你合成 合成的藻紅樹 一定有很多合成的容器等等 會帶來其他的問題 這個合成我們不考慮 謝謝